还没 因为我刚刚倒 我发现我刚刚凉的时候 那个衣服没有把它拉好 衣服 所以可能是不是把它弄搞 把它拉平就好 我可能 现在看起来没有拉得很平 用把衣服把它盖上去 好 我先把它靠 一般凉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是摸到脉搏跳动的地方再去点 所以你看护士什么都会先摸一下脉搏 然后那个地方只要是 最主要是 其实衣服这个地方好是那个腋下那个地方 常常会说你不是这边 这边的都还好 有点小皱褶都不影响 对 因为我说过它是听声音的 嗯 嗯 它比较有影响是那个不要压迫 按这种的地方压迫都好 转折的地方压迫会比较有影响 嗯 这只手还好啊 这只手没有那么 可是它现在也没有直 没有完全直 差不多 你这样就差不多了 你这样就差不多了 像我们一般那个机器的吧 它大概是呈这个角度 嗯 你能不能记得那个大台的 手伸进去大概呈这样 它有一个平台放 它不是带你打的 嗯 全部打直这个关节 其实也是不太好 要大概是这个角度 嗯 你能不能注意看那个 雪崖记的那个大台的 嗯 你能不能印象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嗯 嗯 所以我们是每次都要把它弄成一个角度吗 还是差不多可以了 自然放直就好 不一定说固定那么直啦 嗯 就是说你不要成90度 大概是在那个 我记得的话 大概是在120度到180度之间 嗯 大概120度是这样子 嗯 180是全直嘛 嗯 那你不要在 在那个什么 哦 它们一般是150度上下左右啦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样 现在这个肌肉没转嘛 我拱起来 这个肌肉又拱起来了 嗯 会造成它压力增大 现在出来了 133 71 83 这个比较正常 它应该是7 那边可能 要不要再两次那边的 好啊 因为那边 100 低的100多 我觉得不太多 1337 83 嗯 续 谢谢